高雄警方發現有一名騎士 心機可疑 上前盤查 沒有想到對方竟然是躲進草叢裡 將人逮捕之後發現 他是一名逃逸移工 你有ARC嗎 ID卡有嗎 機車騎士心機可疑 警方上前攔查 聽不懂 不然你先熄火好了 熄火先旁邊 發現對方是外籍的人士 員警也要求機車熄火 沒想到下一秒騎士轉頭就跑 一個劍步追上前 眼看騎士躲進草叢 員警也大聲呵斥 不用跑了啦 跑得到 跑得到 事發在13號上午 高雄男子區學專路 當時員警攔查騎士 但對方竟趁些落跑 還躲進草叢 好在員警眼尖 依舊將人逮捕 原來騎士市民逃逸移工 24歲越南籍 陳姓男子 為失聯300多天的移工 而另外在大辽區 也上演警匪追逐戲碼 一看到警察 轎車乘客 拔腿狂奔 一度躲進民宅 後來男子又趁戲 竄出來 幫我領解 就算被員警抓住 男子還看似不配合 趴著 趴著 手把我面 手把我面 原來這名軟性男子 也是逃逸移工 當時坐在朋友車上 就是看到警察來取締圍庭 這才性虛逃逸 全案訓後 依入出國移民法 移請移民署 專請對收容 依舊逃不過警方手掌心 嫌犯氣喘吁吁 爛北羅娃 這有高雄動摩導 就算了